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名风水大师, 黄英师傅 大家好, 奇奇好 今天想请教一下师傅 上班一族在九年 如何升职加薪金 以及得到老板的赏息 这个比较有点复杂化 因为上班一族 在风水学来说有固定的位置 比如上班有台面坐, 有固定的位置 有些上班一族是没有固定的 走来走, 比如开车, 开车 没有固定的怎么办呢 所以这里分了两部分去回答 先回答没有固定的位置 走来走去那些 走来走去那些 如果你想老板赏息 我们先不讲风水 先讲最重要是勤力两个字 是 如果你勤力, 早到辞走 老板会特别高兴的, 第一 另外第二件事 如果你少请假 老板会更加感觉 你就是天之娇耻, 没有请错人 升职加薪金, 多数有份 肯定是有的 但是这两样你都做齐了, 都上不了位置 升不了你职 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是不是有人在后面捉你背脊 就有机会了 捉背脊 稍后再讲一下 我先讲正常的来讲 原来根据这个上班一族的情况下 如果你没有办公桌的话 你就在屋里面去做一些动作 例如你在屋里面的西北方 放一只童的马在这里 把马头向出 就有一个叫贵人陆马扶持 在西北放一只马头在这里 令你有独立无头 第一, 第二就非常理想 如果你上班一族时要飞来飞去 去很远方做事的话 更加要放一只马 还要有两只翼 会飞的马 叫做飞翼马 要铜的, 为什么用铜呢 铜跌到地上也不容易, 跌坦 鸭乒乓, 真是破坏了 所以在家里放一只铜马 就非常有利 当然马头要向出 马要跑出才有运 如果马跑不出, 那个就会被人 这样的了 那就不太好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回到公司里面 有桌有桌的打工一族 就可以在台面放什么呢 放什么呢? 一样要放一只马 除了放马 还可以放六只铜鲁鲁 这么小的铜鲁鲁 我还以为放六只很大的鲁鲁 像马一样 不, 这么小的 马如果在家里放, 一定要八寸 或者六寸 最少也不要比六寸 才有效果 那你六寸或者八寸 放一只马就好了 但是在台面, 上班族有时候 比如我们打工的打志愿 或者会计 整天在桌上都不会离开 是不是? 是倒杯水去洗手间才走开 麻烦你在台面的左边角 在左手上放一只马 马头向着吉利的方向 向到东, 东南, 西南 这些位置 面向会对你有升职加人工的效果 都非常有利 这个就是上班一族的情况 升职加人工 对 那刀背脊呢? 对了, 如果真的有刀背脊 我教你 这是我第一次破天荒 在这里告诉大家 可以买一个仙人球 仙人球就是很多次 很多次, 是 当然不是扁身的 扁踢踢的叫仙人掌 对吧? 仙人球是波形的 这个仙人球的好处是什么呢? 原来专门刺小人 你刀我, 我刺你 对, 仙人球放在哪里呢? 假设我现在坐在这里 就放在我的右手边 如果你坐在这里 就放在你的右手边 就是右手那边 我觉得这个对化解的小人很好 这种情况呢 我教过很多人 包括了有政府的官员 还有其他大机构的高级职员 他被人刀背脊 因为坐得高 又攻不得了 真是惨 被人插到你背脊 化了, 做了恶非的替身 就是被人插到你背脊 都化了 那怎么办? 我教他放了个仙人球 他真的… 那个小人 舒服了 自动不见了 自动辞职 或者是调到另一个部门 自动走了 来一个新的主管 跟他的朋友 这个是万应万灵的 所以希望电视机 你的观众 你真的有福了 所以经常去看天下为是 千万不要逃避 一定有好东西 没错 所以放在这个仙人球 放在这里 就化肆了人 对了 好 刚刚师傅教了上班一族 如何升职家人工 和得到老板赏息 那接着来 师傅还会教做生意的朋友 如何避免官非 和赚多点钱 师傅 那你现在是否和做生意的朋友 说一下 如何可以赚多点钱 和避免官非 这个是非常问得很适合的题目 因为在今年的楼年来说 如果你国下做生意的朋友 如果你开东北门的话 你就会容易犯上官非 如果你开北门 更加容易惹上是非官非 或者和害的东西 如果你开西门的朋友 那就麻烦了 为什么呢 就会病了 里面的人经常请病假 包括你国下都会病了 那你知道一间公司如果病了 没有人上班 没有人做事 北边今年就有三煞 五黄的大空星飞到 就很空的 很害怕 那如何化解官非星 先搞定 如果你是开东北门的朋友 用最便宜最简单的方法 在门口可以加些 红黄纸的物件 或者是加热发光发热的东西 例如我们讲灯 或者是地毡放两张 或者是辉春 红灯笼 开西门就简单些 所以要在门上 就刮两个同龄到四个同龄 开门入来 第一有警角的作用 就是说有人出入 还可以化病星 但是北门就有点 如果北门 你要化六煞 五黄和大空星 通常要化三煞 我们要放三只麒麟在这里 三煞 就是有三样东西冲击你过来的 所以情况就是一定用三只麒麟化 最好挂起有四个铜的风铃 四个铜风铃好像很厉害 可以买小一点的 我相信都会化解灾星的 灾星化了 那就要吹槽了 如果你有东门 东南门 南门 西南门 首先恭喜你了 在今年来讲 基本上你是封了那个蝕本门 做生意只是增幅价 没错 但首先讲东门 东门今年要小心一点 容易被人入屋打劫 因为你有钱 那我们要怎样化解呢 听着, 又简单又经济又实际 在东面放一个流水盘 有些水流动就可以了 但这个流水盘千万不要买有人物 买一些没有人物 最好连动物都没有 你或者买一条龙、买一条鱼 但是今年龙又不适合而放的 因为今年是九年嘛 神衰冲的 所以最好就是什么都可以 只是一个波转一下转 是呀, 再不错就是磨米磨一下磨都可以的 那这个情况下 有水流回到铺铛 水为财也 第一 还可以化了一个灾星 那我觉得一举而两得 就是有钱入不团子 灾星走埋 对了 那如果你是开东和东南之间的东南门呢 那就简单到暈在这里了 你自己是在门口放一些 我们说会动动的东西 例如风扇、抽湿机 向入吹 向入吹 记住这件事很重要 不要向出吹 向出吹就是拍污影都可以的 向入吹就拉客进来的 这个做法我觉得是最为吉利的 好了 如果你假如开南门的话呢 那你今年一定会有得奖的机会 在这个门口就要放一些特殊的东西 在这里就在门顶上 就放八个白玉壶 要四寸的白玉壶 白玉壶 在门顶上面的框上面 黏住它就不要跌下来 如果你黏得不好 跌下来就不关黄英事 是你自己做得不好 扔掉头不关我事 又不关天下卫事的事 才说明一下 你黏得不好 原来这八个葫芦是收汽进来 拉着那道汽进来 令你得奖的 所以还要在下面 放一张很红色的地毡 红色的地毡 就产生了一个木火通明的格局 你说你得不得奖呢 所以就算不得奖 钱也快点来, 是不是 好了, 刚才说了四个机会 还有一个西南位 这个西南位就厉害了 这个西南位是什么呢 如果这间店铺而是女性话事的 而是女性当权的 恭喜了, 今年这个女性就威了 西南门的朋友的店铺 代表女性成为大将军 女为主 是, 他不但成为大将军 还会引动财星进来 所以这里的布局有特殊 这里可以放富贵粥八支 用水或者放一个流水盆 流水也是向入流的 或者在这个位置放一个大型的鱼缸 这个情况作为一个间隔的气冲进来的时间 经过鱼缸进来 但是这里有养鱼的数量 有特别的东西 这些鱼一定要四条银 四条银 五条金 一共九条 哪些叫银色呢? 白白的那些就是银色 就是红棍棍 好似我们两个穿得红棍棍的那些 当我们是金鱼 就是红色的鱼 但是一定要不要留一样东西 因为中国有一个合十 一定要合十的 四九字座作也在河洛塑里面 一定要合十 那还有这一样呢? 有一条叫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的 叫吸尘鱼或者叫青涛枯 如果你说我不想养青涛枯 这么几乎的 你可以用一条黑毛丹 或者是黑魔梨 总之一条黑色的黑将军 有金有银和黑色 是的 这个黑色原来 它是守着大将军的 守着门口 所有什么邪灵的事 它都会和它化解 震住了 所以我们在风水上来说 如果对面有什么邪灵的事 我们是一个鱼缸 要放一些黑毛临或者毛丹 黑毛丹去斜它 道理现在我放一条在那里够了 它已经是看好所有的习气的东西 所以你是做饮食业 或者打开门做零售的东西 你这样的方法就很大 当然你的铺子很小 你又要放这么大的鱼缸就不行了 那用我最简法的方法 鱼缸不放就放流水盆 富贵粥 这个一年360天都不会怎么变坏 有三个地方可以用水的 第一 冬 第二 东南 但是东南都是偏东的 记住不要在东南位 东南位在正是不行的 第三个就是在西南 这个位置都较为有利用水的 那南边用不可以用水呢 基本上南边我就很害怕一样东西 有了水反光过来就不是太好了 因为南方颜蚱蚱蚱蜀木 会影响眼睛的 所以南方尽量不要有反光 比如反光太阳浪在水里 就蛇回上去玩动就不得了 做生意的朋友 记住我教你的方法 希望你们放了之后 在今年大吉大利 财运滚滚来 没错了 师傅 我们又抽一位幸运观众 回答她的问题 好 好 好 今天抽中的就是住在石里安州的潘小姐 她是1984年1月3号出生的 她想问一下2018年会不会结婚呢 让我看看 在今年2018年来说 基本上有机会的 因为有个天启星在你那里 但是这个天启星不代表你能找到的 在今年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你如果找到 在今年结婚的话就最好了 如果不是 因为在2019年有机会 跟你身边的伴侣会分开了 所以今年结婚一定咬着牙筋 正所谓 是瞇了眼就算了 到时要瞧大眼才讲另外一件事情 今年天启星应该能帮你 但你不要 正在说我瞇了眼就算了 看清楚一点 瞇了眼就会另外一件事情 注意一下 结婚的机会都比较高 但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 因为没有生日的东西 所以我不能在此妄斷 我告訴你,有機會 但要小心,如果今年不結婚 2019年有機會脫脫 就是這樣 一定要注意 明天節目中 師傅會跟我們說說 南北加州來年的大事預測 不僅僅,全世界都有份 不僅南北加州 全世界來年預測都會說說 對,但重點是在南北加州 我們明天見 好,拜拜 拜拜 如果大家想重溫節目的話 可以登陸我們的YouTube官方網站